本海 就是它产业链不是很强 它本身的产业链不是很坚实 领皮蹊径 中国制造者如何找到贸易战突破口 竞争激烈 中国产业园区投资者该怎样杀出重围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2018年9月30日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政府达成美墨加协定 以取代过去25年来 三国一直使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新协议规定四年内 由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生产的汽车部件 所占的比率需要达到75% 这一方面让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发达市场 与墨西哥的制造业之间关系是越来越密切 另一方面 对原本以进口零件组装出口为主的墨西哥 提出了产业升级的新要求 对于不少瞄准北美市场的中国零部件生产商来说 显然这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 但同时这又会给海外的中国经贸园区的发展带来怎样的新思路呢 现在从那个下料开始了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环境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材料 不要从下面拉回来就是下料 然后主要自从美国直接进口钢材过来 它是钢棒 因为这个材料的话主要是合金钢 因为我们主要是生产那个取走的 就是压缩机那种空调取走 这家位于墨西哥蒙特雷工业园区的公司 来自中国重庆 主要业务是向位于世界500强的电器公司提供零部件 现在我们进口的话主要是来要还是考虑到美国进来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都是通过认证的 然后每个月的话大概在300分左右 2018年3月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关税 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 这对于不少以北美市场为目标的中国企业 带来了直接影响 我们那个产品也在这个关税征收的清单里面 所以10%的关税已经开始起效果了 就是但是我们在这边生产的话 它就没有在10%的关税 所以最起码如果这个毛衣摩擦 进行没有反减的情况下 最少就是国内生产的 它会高出10%的成本 而且这个是存力的 除对成本的考虑之外 靠近市场对那些想要抓住客户的企业来说 也非常重要 墨西哥这边的话主要是针对北美 北美这个爱摩生 从中国过来的话 相对于我们的运输周期 海运可能就会有40几天 再加上我的生产周期 可能就是五六四天了 所以说这个已经跟不上 这个市场短平快这种节奏 所以我们肯定第一个 为加强战略合作关系 跟客户要长期保证合作 肯定就会把这个市场 就是把我们的生产机率 最好是办到最近 墨西哥是拉美经济大国 也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2018年 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位居拉美第二位 仅次于巴西 凭借着超过一亿的人口 优越的地理位置 以及开放的政策环境 墨西哥被视为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 包括汽车 纺织 电子在内的诸多产业 都显示出了勃勃生机 另一方面 墨西哥经济发展 依赖美国市场程度较深 而且制造业 以低附加值加工出口为主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它本身的产业链不是很坚实 这样导致了 它尽管有北门自贸协定的便利条件 它也可以在出口方面做很多的工作 但是它的出口量大 并不意味着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也起到相对的作用 因为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出口 是靠简单的阻光 这边也跟美国差不多 它属于全球采购 所以零部件也是在东南亚 中国甚至其他国家来的 所以它只是一个组装企业 如果我们究竟去找相对的客户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就直接生产 你需要什么 我们非常快的反舟去打给你 以组装为主的生产方式 使制造业在墨西哥经济发展中 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所以它取得中间产品 原材料往往是依靠进口 而不能利用当地的产业链 加入到出口行业中 这是导致的出口额很高 但是实际上产生的作用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往往比较低 因为我们产品属于经济加工企业 所以这个轴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所以它们这个计量检定 这个计量去计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它正在做标准件的检定 我们的这个系统量产品 它是一个对比测量 它最后检定 然后再来检测场景 我们首先设置一个参数 这是一个当局线 就是超过这个尺寸 那么就超差 就是不合格 也是一样 只要是这个灯 亮在这个范围内 那么就合格 这个是现在是我们的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 实际上要求很高的 它的公差的话 是讲0.0000几毫米 那么要求非常高 如果在这方面 墨西哥能够做得多的好一些的话 加强自己产业链 加强原材料 或者容易产品的制作 要更多的当地企业 加入到国际产业链的循环之中 当地更多的原材料 或者中间产品 加入到国际循环的产业链之中 我想墨西哥出口产业 对整个经济的发展 将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看准了 当地制造工业的缺口 通过本地生产来填补市场空白 在自己站稳脚跟的同时 也让当地政府看到了企业带动就业的希望 我们现在有墨西哥员工85人 中国的支持团队有10个人 然后这个用工的话 主要是我们还是有一个 签了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它工业园里面也有这种 相当于一些配套的东西在里面 前期招工的话 预计的话应该在120人左右 因为我们会分一期二期三期去做 最终三期完工的话 我们会达到600人左右 当他们缺买的土地 他们会有很重的 减少的减少 在货币的货币 如果他们投资 和如果他们建立职务 这里的重要问题是 多少职务会会发生 为了国家和市场 更多职务会 更多职务会 更多的资务的资务 我們嘗試給他們所有的資訊 因為他們會看到的階段的階段 地處墨西哥東北部的蒙特雷 距離美墨邊境只有200公里 優良的交通物流條件 為企業與北美和其他拉米市場間 展開進出口貿易提供了便利 我們只有200公里南部的交通物流 它都聯繫得非常密切 那麼跟這些加勒比共同體這些國家 聯繫的區位地理位置非常近 那麼聯繫非常緊密 那麼西邊因為靠太平洋 所以它現在因為有區位優勢 所以它也決定了它在區域合作方面也有很大的優勢 一方面是墨西哥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是中國企業看中這裡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雙方的需求一排即合 當中國企業真正來到墨西哥時 他們發現當地的工業園區 能夠解決不少落地過程中的問題 名劉 pinch雙方的衛生 雙方的魔力 雙方的壁 總共熱 雙方的賣相 雙方的衛生 雙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话就是把我们刚才工序复出的板材 然后把它材成一小块一小块 到这边的时候就靠机器冲压 把它压成我们需要的形状 这个就是用了包装 那个凉显的一体机的 左右插进去 然后就放在纸箱里面 用了包装的 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我们这边主要是用那个LDPE 然后重颗粒 然后再经过设备的加速 然后成成成品 这个部位以后才算是下一个工序 谢天剑 一家中国包装公司 墨西哥工厂的负责人 他所在的公司主要生产包装材料 主要一个用途就是把它做成这种形状以后 像类似做成一个这样的产品 在此是最终的产品 当地较为落后的包装业制造水平 让中国企业看到了长期发展的机会 我们董事长那边考虑的是 在14年就开始筹备这个事情了 最终确定的日期是在16年的时候过来的 公司在这边是6月份注册的 头厂是在16年的年底 是在这么一个过程 刚刚进入墨西哥市场时 谢天剑所在的公司 选择在一家墨西哥本地工业园区 租用标准厂房 我们老板在一块要求的就是求稳 然后再求发展 所以当时就没考虑在这边买地的因素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要快速地投厂 因为这边要建地 然后建厂房 投入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会三年之久 最少是三年才可以使用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耗不起的 这个时间上面 蒙特雷原有的工业园环境 也给中国企业不少选择的机会 他们有所有的工业园内 简单为工业园建签 要设断自己的工业园建筑 他们有更多工业 有更多工业 更多工业 所有的工业都在一天同样的地方 中国企业对于工业园区的需求非常具体 第一个大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客户在旁边 我们距离我们的客户大约是在三十分钟的路程 整个厂房是八千个平方 然后看着我们的右手旁边 这边是一个办公区域 办公区域大概是在四百五十个平方左右 然后过去是一个出货平台 出货区域 过来就是一个半成品和原材料区域 生产的区域是成一个L型的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机器到这边 一个L型过来 然后这边是出成品 成品出来了以后直接又放到发货平台 这么一个流行 运输 交通运输这一块物流 这一块我们最后要看重 说这个运输成本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交通便利这块 交通便利这块的话 就是我们这块又到美国 相对说旁边就是高速路 它会非常快 第三个就是安全 就自然安全这一块 选择这个工艺员 可能第一个就是要从安全角度 因为这个外商投资的话 第一个就是安全 因为安全这块的话 就是说相对来说这边有考量 就是说在蒙特雷来说的话 相对于周边很多城市来说 它是最安全的 他们也想知道 他们也想知道 就是我们考虑这个 它的用功 就是我们肯定要靠近 相对于说机民 居住相对于说多一点的人的地方 不然我们的招工成本就非常高 因为这边的话上下班都要交通车 为吸引外来投资 墨西哥政府出台了相应的鼓励措施 我们有计划的计划 那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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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设计 一计划 那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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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种的 的 那是选择 那我们的 政府给他们 也 我们在 在 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 可以 帮助他们 支付贷款 但来自中国的企业 更熟悉中国式经贸园区的 运作方式 如果说我们未来在海外 如果再次寻找工厂位置的话 首先第一个选择 还是有中国背景的工业园 他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来为我们解决 所有的问题 我们只强其负责 所谓的销售 生产 等等这些 就OK了 市场的需求 已让中国的工业园经营企业 在墨西哥看到了投资的机会 湖海 一个中国投资墨西哥工业园区的负责人 一大早 他陪同来自浙江的客户团 去园区考察 它是一个投资考察 因为它的主要的市场是在北美 把这个制造放到北美 靠近客户 这是一个大势所区 所以他这次到园区来实地考察 我想他应该是投资计划 已经有了眉目了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边的一个 园区的一个硬件设施 符合生产条件 让他能够亲眼看到 因为他这个产品 所需要的本地配套 帮他和供应商建立起这种合作关系 制造业 它一定要和周边的配套环境 能够融合 它才能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躲得孤零零的到一个 荒物人烟的地方投资 哪怕土地不要钱 哪怕工人工资再低 也做不成 你的制造业 这里特别契合了我们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制造端 跟市场端贴近 都贴近 对 我总是从这边下来 好嘞 我们从这边进 我带你进这个空厂房看一下 我这个土地面积 这一个地块 大概有四点几公顷 然后我建了两万三千平米厂房 是分阶段建设的 最开始建了六千平米 然后根据客户的需要 我又建了六千平米 目前正在建的有个一万一千平米 加到一起 直接沿过去 直接沿过去 是一个单体建筑 但是分期把它接过去 租给不同的客户 叫多客户通用标准厂房 这个厂房 就是目前现在已经进驻的 是第一个单元 是咱们浙江的新坐标科技 第二家是广东中山的天伟电机 这边的工业园区 每个园区都有一个 完成了的标准厂房单元 一个是给客户来看 你的建筑标准 一个是着急快速入住的企业 拎包入住 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营造更便利的商业环境 是湖海工资的重点之一 作为园区的管理者 怎样将既有的中国园区经验 落地墨西哥 湖海已探索了一段时间 你们的各个工艺过程是集中放在一个厂房里还是分几个车间 我们是尽量的一键流 一键流 现在是这么快速 就是可以在一个单体建筑里把它像流水线一样排开来 这样物流的效率比较高 减少运输 来考察的浙江企业主要从事保温杯的生产 他们最大的市场是美国 靠近市场 降低成本 减少风险 是他们在墨西哥投资设厂的初衷 这里面当然可以很清楚的说是由于中美贸易战 我们虽然目前在第一批第二批没有被排到加税的名单里去 但是如果增加 那么就会直接的影响 生意的一半以上是在美国 那么如何替美国客户 关键客户服务好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不管是叫走出去也好 还是叫产能的国际合作也好 中国企业一定不会在坐在家里边生产了产品 打上made in china 然后卖到全球去 引起贸易巨大的不平衡 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而且国内生产要素成本都是快速的攀升 很多传统行业低附加这些产业也不适应在国内的生存了 所以这种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一定是一个大势所趋 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国际化已经成熟到这个阶段了 服务于想要进居墨西哥市场的中国企业 是中国投资者做工业园区的最初的定位 占地面积是8.5平方公里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规划图 就是整个园区三期一共8.5平方公里的一个平面规划图 门前是刚才从蒙特雷开车过来的一号国家公路 我们这个工业园区项目是有三个股东来合作开发的 包括浙江华丽集团 浙江富通集团 还有墨西哥蒙特雷本地的一个叫Santos的一个家族 我们华丽集团在这个项目里面是51%的股份 我们是第一大股东 然后浙江的富通集团 它是29%的股份 当地股东Santos这个家族的20%的股份 我开始了五年前的职业园区 我们开始谈谈一个职业园区 因为土地和工业园区的开发 都是涉及到法律最复杂 细致 要求和规范的这么一种开发项目 需要和当地的政府和当地公共部门 和当地的周边社区居民 有很多需要有交集的地方 需要有融合的地方 所以他们认为这会更重要和帮助 而且幸运是我们有很多年来 在这个社区的社区 他们有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在社区的社区的努力 我们2015年10月份 成立了这个合资公司 然后开始运作这个项目 目前为止 我们主要在前期投资外围的公共基础设施 这一年多我们花了一个多亿美金 这个资金我们三方股东一起出资 大概出资了百分之三十几 另外将近70%是从国内的银行贷款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标准厂房 就是已经完全建好 随时可以提供给客户交钥匙 交给客户安装设备的一个厂房 这个厂房现在这个单元是六千平方米 每个单元基本上是可以租给一个客户 或者根据客户的需要 我可以中间分割 也可以把这边打通和那边 把它做成更大的面积 除了提供厂房的租赁和土地买卖 湖海所在的工业园区 还向中国企业提供其他可能需要的服务 我们工业园和本地的其他当地工业园相比 我们的区别主要是在服务上 你看我们园区的开发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厂房 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 都是北美的A级园区 A级厂房 区别就是在服务 中国企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 它不像当地企业 不像非常有经验的欧美企业一样 在这边所有的事情都能搞定 中国企业尤其是刚落地生根的这个阶段 它非常需要有一个它信得过的这种服务提供商 帮着它能够生存下去 能够发展下去 所以我们就起到这个作用 我们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全中文服务 其实在我这个区域不是问题 自从我接受你这个项目来 我对这个行业慢慢开始研究了 特别留意 这类的产品 宝贝行业是吧 对 像业体这个品牌 这个产品溢价还蛮高的 但是这个品牌墨西哥人都认识 除了考察自己的工业园 湖海所在工业园区的工作人员 还陪同客户考察了本地的供应商 这个是通过华富工业员 他们帮忙联系的 他知道我们来有这种需求 就是上下摇的配套 在会上谈到过 就是说从国内企业到这边来的话 有些瓶颈或者有些挑战 这一块的话 必须要满足在产业配套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之后 他们就帮我们联系了这家 我们先做前期市场调查 找到能够合格的供应商 我们把双方 把他们推到一起去 让他们建立这种合作关系 他们这种合作关系建成了 这个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就已经完成了 他就有利于他在这边投资决策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 一战式服务 意味着更便捷的行政对接手续 和更充足的商业信息 但对园区经营者来说 只有产业积聚起来 才有可能持续引力 在新来王州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工业员有将近150家 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小型的工业员 比方说有三五家企业 他就算一个工业员 所以他的管理也就提供不了比较丰富的服务 比较专业的服务 他三五个企业 他不值得去提供服务 他的运营成本太高 我们作为一个外国的联系开发商 我们不能做非常小规模的 否则我们的巨大的谈理 管理成本和运营费用 我们没有办法摊进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 我们只能做一个大规模的 然后提供丰富的所需要的全部服务 不同于中国园区模式 怎样和当地政府共同完成公共设施的建设 是中国投资者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开发这个园区项目 其实我们最头疼的还是一些外部不可控因素 比方说我们的用电 是要当地的电厂和电网 给我们园区来接入 我们用水要利用当地的自来水厂 提供供水能力 污水处理 我们目前暂时没有建污水处理厂 也要用当地政府的污水处理厂 就类似这些公共设施 我们都要去政府审批 政府给我们批文以后 我们还要和这些供应商 去谈各种条款和商务条件 这个过程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这就是当地变成了 变成了一场货货的情况 然后这家公司 出现了一场国内 和建立在这里 变成了一场新的 货席的新的货席 这里在这个地方 和许多中国园区投资者 想要进入的发展中国家不同 墨西哥在建设工业园区方面 是有着丰富的经验 比如说利用边境优势 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吸引外国制造型企业聚集投资 并通过统一建设来改善投资环境等 这些与中国经贸园区的建设方式都是相通的 不过有学者的研究就显示 中国式经贸园区成功的特色就在于 许多中国的经贸园区规模是巨大 工厂设施与城市社区 本来就是联维一体 因此生产的发展会明显带动 整个地区生活与商业设施的发展 特别是在中国国内 得到政府的支持 是中国式经贸园区发展的重要保障 但对于在海外的中国园区投资者来说 园区建设是风险高 周期长 回报慢的大型投资项目 怎样将中国的经营理念融入到东道国的实际商业环境中 才是海外园区建设真正的可持续之道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龙兴天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日本和中国海外投资经贸园区模式有何不同 我们是公共产业的发展 所以所有公共产党 像米安马政府 日本政府 也有公共产党 带了他们的经验 和知识 到这个项目 我们现在在曼德勒 近万元期 我们租了19005抹土地 把缅甸这个优势用起来 形成一线亮眼 什么能真正促进当地就业和能力建设 接着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明日灭对面